嗨,大家好,我是仙家老板娘。 今天我要教大家用热水冲泡我们水煮袋的连灯13把瓦包咖啡。 首先,准备一锅已经水滚的水倒在包装咖啡上。 我们的包装咖啡可以完全不需要解冻就可以拿去泡热水了。 这里要确保我们倒的热水是盖过一半的包装咖啡哦。 然后,让包装咖啡浸泡在热水里10分钟。 10分钟后,我们换个第二锅包好的热水。 继续浸泡包装咖啡3分钟。 浸泡完后,我们把包装咖啡拿出来。 然后,转开包装口。 把连灯13把瓦包咖啡倒进杯里。 这里可以看见咖啡倒出来的时候是热的哦。 还等什么,赶紧喝上一杯咖啡吧。